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自己生活了大概一千天的时间 从零七年的 从零六年的十月份 一直到今天 差不多正好三年时间 这个当中呢 有很多的故事 也有很多的转变 这个 刚才大会老师说 陈大会老师说 这个为什么要学弟子规 为什么要学传统文化 我之所以走进这个 传统文化的一个大门 学习弟子规 主要是我当时自己的精神 很痛苦 我是出生于一个高感家庭 我是硕士研究生毕业 我经历过上山下乡 我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 父母哀斗 我是黑帮分子 我也考上大学 第一次恢复高考 我就考上大学 然后又出过国 这个当时呢 胡耀邦总书记在的时候呢 提出来培养第三梯队 我在不到三十岁的时候 就已经是初级干部了 是在一个兵器工业部的 计算机研究所里当 当时主任 就所谓的第三梯队 这个呢 我也 我也 也有过这段经历 同时呢 出国呢 也疑了民 国外的身份也有 不过现在是放弃了 因为老不回去嘛 人家要求每年住 住一半以上的时间 住一百八十年 我每年都完成不了这个指标 所以呢 最后这个绿卡呢 也就取消了 所以 为什么跟大家啰嗦说这些事情呢 主要是说 我这一生的经历啊 1955年出生到今天呢 一共54岁 回首过去这个一生啊 我成长的这个54岁当中 有40年 是 缺失了 做人的教育 十年 农华大革命不说了 30年的改革开放 我在干什么呢 一直 想寻找幸福 想寻找成功 得有钱 啊 得有钱 就觉得 这种诱惑太大 我开始热火朝天的 做买卖了 我就辞了职 自己呢 就开了公司 89年 我就得了癌症 得了癌症 完了以后还转移了 当时很危险 就青天霹雳吧 当时35岁 觉得 孩子才4岁 孩子才5岁 我才35岁 我就得了癌症 而且还是转移 当时呢 在医院里住的时候呢 大夫就问 因为你这个病 是很重的病 两万个里边 才能有一个人成活 他说 你可能连 过了年儿的春节 都够呛 当时 这个事情放到我身上 我觉得 特别的 过不来 就是说 就觉得 正在事业发展 孩子还小 就好像一天 一刹那 这个世界就变了 这个世界 不再属于我的了 这个天很蓝 草很绿 人人都带着微笑 就我觉得 好像是最痛苦 最绝望 我这个 我就问大夫 我说 有什么办法 能把我治好吗 我说 你要给我治好了 哪怕我扫大街 我都干 所以大家看 那时候 自己呢 幸福的目标 就认为 只要让我活着 所以大夫呢 就说 你呢 踏踏实实的 想吃点什么 吃点什么 想喝点什么 喝点什么 想到哪转转 就到哪转转 我一听这个 那就是 那就是死刑啊 是吧 就没戏了 北京人讲话 所以 当时呢 就特别沮丧 这个 情绪特别低落 那么 后来呢 这老天 他留了我在这 经过手术 和八次化疗 就起死回生了 这个癌 就是这个准块 就消除了 经历了那么一次 大的灾难之后呢 人就老实多了 也系了烟了 也系了酒了 也不去歌厅了 也不熬夜了 但是呢 觉得 哎呦 这个癌症去掉了 我觉得真幸福啊 我觉得真 这世界真美好啊 看谁都觉得那么亲 觉得谁都那么可爱 可是这种好景不长 我记得好像我 化疗停止之后 九三年 就是北京就开始 搞房地产了 搞房地产以后呢 哎呀 那时候又被这个 外边的这个 这种引诱啊 又觉得 要要做 要搞房地产 我觉得最成功的商人 最有档次的商人 是搞房地产 所以呢 我就在北京 弄了块地 就是外交部东边 那个丰莲广场 十二万平方米 我跟香港朋友 就盖起来了 从九三年盖 一直到九七年 九三年拆迁 九四年动工 一直到九七年 投入使用 哎就觉得 只有这 这个五年呢 是非常辛苦的 就一直 就马不停蹄 生活的特别疲劳 这个 这个 很兴奋 很刺激 就是当时 我觉得就节奏很快 透支很大 所以呢 我不知道那时候 后来我就是 看了报纸 我才知道 我那叫得了焦虑症 就是脾气喜怒无常 这个晚上睡不着觉 三点钟啊 四点钟就醒了 醒了以后呢 就自责 就埋怨自己 觉得这一生啊 有很多的不平 很多的委屈 这就是了凡四讯里边说的 无视而长生烦恼 没有 没有什么 你还 你还要怎么样啊 对吧 出身高干家庭 出了国 移了民 挣了钱 搞了房地产 得了病也没死 是吧 应该知足了 还有什么烦恼呢 你要烦恼呢 谁还没烦恼呢 是吧 这个 所以呢 这个最后 愈演愈烈啊 就到了想自杀的程度 啊 这个 讨厌上班 啊 这个 呃 一到了办公室呢 就发脾气 啊 动辄呢 轻则呢 就是臭骂一顿 动辄呢 就拿脚踹着那工作人员 啊 就是 无名火 呃 这个 工作人员啊 我的秘书在外边啊 笑一笑 我就拉开门 就骂一顿 想自杀 觉得生活没意思 看电视 老换台啊 腿老哆嗦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老发脾气 啊 越是跟你亲的人 你越越发脾气 啊 跟妈妈跟妹 啊 所以我就 我就到医院去看 看完了以后 人家一检查完了以后 说这个 你这是中毒的焦虑症 啊 建议呢 不要再工作了 啊 就是要休息 要吃药 要靠药物来维持 啊 这个 我在我的 以前的 汇报过程当中 也讲过这个病 啊 吃这个 勤劲控制类的药 人是非常痛苦的 啊 他叫做这个 他强力的控制 你确实实是不想自杀了 啊 你确确实实不 不失眠了 但是呢 我总的感觉呢 就人就像木头一样 啊 就是一点感受都没有 啊 每天生活在特别沉闷当中 啊 绝对的平静 啊 绝对的抑制 啊 这这么一个状态 而且呢 这个 特别是晚上 起起夜的时候 上厕所 那个 起一个床 到卫生间 大概得需要十几分钟时间 啊 肢体的这个动作呀 这个一举手啊 一抬腿啊 一翻身啊 这个脑子里边就是轰鸣声 就和那个劈雷的声音一样 特别痛苦 而且 大夫还嘱咐 我不能随便停药 停了药以后啊 就是弄不好 有恶性反弹 啊 就可能 就可能会结束生命 所以这个药呢 还特别精细 啊 这个四个小时一次 两个小时一次 什么四分之一片啊 二分之一片 所以呢 就和建议我在生活当中 要回避刺激源 啊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不愿意看的人 他说 你就别看了 不愿意干的事情 你就别干了 啊 这个 就是 自己安安静静的 我说 那我不想去办公室 他说 那您就别去了 又 我说 那我就不上班了 他说 那你还上什么班 那我说 我讨厌我爸爸妈妈 他说 那你就别欠你爸爸妈妈了 他说 你自己弄个房子住着呗 你这种人 而我说 那他还跟我说 绝对不许开车 车子在你的手里 就是杀人的工具 我真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在国外有驾照 我回了国以后换了本子 有些时候 这个 这个病上来的时候 就想撞人 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报纸上 报道这些司机啊 撞人啊 什么的 都是有这种 有这种发泄啊 残 他有这种侵犯性和残害性 他这个疾病 所以呢 就不能不敢再自己开车了 啊 就用公司的司机 那 我问大夫 我得吃多少时间这个药呢 大夫说 你得终身服用 啊 你活多少岁 你得活多少年 你得吃多少年 这药 所以 特别痛苦 呃 晚上呢 喝酒啊 应酬 因为工作还得进行啊 还得指望着你啊 喝酒呢 就借酒交仇 啊 在最短的时间内啊 这个我特别讨厌客人 我不喜欢见这些朋友 但是又没办法 你一定要办事吗 你得你得你得找人家 那怎么办呢 我大概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 先把自己喝的差不多了 啊 八两九就进度了 那就生活在酒的世界里边了 啊 飘飘若鲜 啊 这个这个就是好像觉得所有的人都很可爱 啊 所有的这个忧愁和烦恼压力 全都抛到酒消云外 啊 生活在酒的世界里 好像看到每一个人都特可爱 那饭桌上就讲黄色的笑话 啊 大声喧哗 然后吹牛 这个 然后这个 这个菜里有个头发丝 就把小姐骂一顿 啊 把经理叫来数了一顿 更有甚者是整个把这个桌子都给掀了 啊 就是这种胡闹 啊 这个 呃 吃这个十次饭吧 大概得有三四次是抬出去的 啊 就是明丁大醉 抬出去之后吧 这个司机给拉回家里头 就睡在车上 到下半夜两三点钟 我醒了 他来把我掺回家 不敢叫我 啊 怕我发脾气 车子里吐的一塌糊涂 说借酒浇愁嘛 后来 这个 你想半夜三四点钟就醒了 醒了以后呢 就自责 啊 就觉得咱们也是上过大学的人 也是这种家庭出身 而且现在我已经很有钱了 我为什么还要这么实态 我为什么要这么样对待妹妹 我为什么要这样对待爸爸妈妈 我凭什么对待员工是这样有粗暴态的 因为你后半夜你醒过来了 啊 人清醒了 自责 自责完了以后呢 就想死 我觉得这活着真没意思 啊 图什么呀 你说这一辈子 就这么难道就一辈辈 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吗 啊 这个 所以呢 这个我妈妈爸爸就很担心 啊 因为我有这种症状 每年到春天的时候 啊 就俗话说是黄花香蜂子芒 啊 就是那个油菜花啊 它一开花 这个蜂子啊 就容易犯病 我最后是真有这种感觉 每年到春天的时候 那个花粉的刺激啊 这时候大夫也嘱咐 爸爸妈妈也盯着 啊 就是一定要按时吃药啊 一定注意这这一段时间 呃 要回避这个工作当中的不愉快的事情 呃 不愿见的人就不见了 啊 不愿意想的事情就别想 啊 出出国 啊 到外边旅游旅游玩一玩散散心 那么今天给大家汇报这个事情啊 回想这一段时间 呃 现在我有很多朋友 特别是做生意的啊 还有很多搞文化工作的啊 我有很多 还有很多干部啊 我的很多很多的官员的朋友 我跟他们在说到我这种病的时候 他们好像似乎都能找到 啊 他用 他们有这种不同程度的这种现象 所以 大家觉得老板脾气大 觉得官员 土大 啊 觉得演艺界 这个傲气 实际上 我猜想啊 多多少少都是有点心理上的疾病和障碍 他不是 他本性 他不想那样 啊 他是一种难受 那个病给拿的 啊 因为我是过来人 那么 很偶然的这种机会呢 啊 就是 在06年呢 就碰到了弟子规 啊 碰到了弟子规以后啊 人家给了 我们一个邻居给了我这本书 给了我这本书以后 我当时还没觉得什么 就四月份 啊 06年四月份 我就 我就往那一扔 他过生日 给了我这本书 到了八月份 啊 建军节那天 我说我看看 我这一看 我就觉得这弟子规怎么 讲的真好啊 我怎么就没学过这东西啊 而且还不是公开卖的 内部出版的 啊 讲了113件事 1080的字 而且前面还有个序言 说做到了弟子规 才算一个合格的人 我从头到尾一看啊 我跟大家说 我没一条做到 你说凡出言心为先 我这张嘴就是瞎话 啊 我统计过 我学了传统文化以后 早晨七点钟醒 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钟睡 156句瞎话 这个你想 你想你早晨七点钟到晚上十一点 大概是17个小时吧 15个小时 15个小时 你得说150句瞎话 一个小时得15句 你60分钟呢 四分钟就得说一句 啊 就张嘴就来 忽悠别人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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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点实话没有 啊 而且不走脑子 啊 养成了习惯了 这在中国古圣先贤上 了凡私讯上讲 妄言失智 那说话不走脑子妄言 就瞎说嘛 失智什么呢 你的智 你的智力 不能控制你的语言 啊 所以很多人啊 说瞎话 我们真得同情他 他是一种非常非常重的 一种病 啊 我们叫做传统话 当中叫做罪障 啊 叫业障 控制着他 啊 这个习惯 啊 其实所谓业障 就是一种习惯 下意识 那么 我看完 弟子规之后 我觉得 哎呦 当时我52岁 我觉得 这个 这个杯洗交集吧 啊 杯的呢 是说我看到 这东西太晚了 洗的是说 我终于明白了 哎呀 这个人得是这么大 啊 这才是做人的原则 我 我出过国 上过 得过学士学位 啊 得过硕士学位 插过队 啊 当过干部 啊 做过买卖 挣过钱 我怎么就不知道 这人是怎么做的 所以 幡然悔悟 啊 就是 我说 我得做这地 我得学这地 弟子贵 啊 这个 而且那个弟子贵 后面还讲了很多道理 啊 就是为什么 人要学弟子贵 我就看了了凡 四讯这本书 啊 中华书局出版的 看了了凡以后 我突然明白了 哦 人是有命运 啊 但是命运是可以改造的 命运是可以转化的 啊 三字经里边说的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我今天所有这些麻烦 所有这些困难 所有这些缺点 都是后天的习性 染污了 啊 我本来不是这样 啊 我本 我有一个本性 本性是本善的 那么今天受到染污之后呢 所有的错误 缺点 都是因为染污 那怎么办呢 狗不叫性买钱 哦 如果不受教育 这个社会上这么大的染污 脱离你的本性 那么教之道 跪一转 啊 就说 学习啊 一定要一门深入 啊 常识熏修 啊 别学杂了 啊 先从弟子规做起 我就开始啊 就在 就开始自己学弟子规 学弟子规的过程当中啊 呃 我有很大的矛盾 我觉得弟子规啊 说的是真好 啊 这个 觉得讲的也好 但是我确确实实说做买卖的啊 自己有公司啊 一年一个多亿的生意 我我确确实实不敢在企业落实弟子规啊 我跟大家汇报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东西啊 呃 自己修自己的吧 啊 呃 自己呢 做错了的改一改啊 呃 就是获得一种心灵的安慰和平静啊 活得踏实点 啊 具体这东西能不能在企业当中漠视 呃 我这一点信心没有 咱们也赌不起 说实话 是吧 这个一年一千八百万的行政经费 六千多万的采购啊 一个多亿的生意 三万多台 两万多台炉子 这个不能拿这个开玩笑 所以 从2006年下半年 我就开始自己试着做 啊 这个 我现在有很多朋友啊 就是我来北 我来沈阳之前碰到一个朋友 是天津的首富啊 一个女 一个女企业家 非常成功 自己有钢厂 有房地产 有商场 天津最最有钱的人 一年挣几个亿 他的资产上百亿 他说他10月1号啊 看了我的盘以后啊 啊 一直到10月20号 都没从家里出来 呃 也不洗脸 也不刷牙 捧法垢面 啊 就觉得好像过去这47年啊 所有的价值观 所做 所说 所想 全做了 跟我当时碰到弟子规的感觉完全一样 就崩溃了 就觉得这个白活了 这50多年 稀里糊涂的 是吧 就定干的是错事 他也是这样 然后呢 他这个 就就就就想就想死 要自杀 这个这个女企业家啊 完了以后呢 就希望能找到我 找到我完了以后呢 想跟我探讨 他现在就是什么都想放弃 他想到他过去这一生做买卖 得罪过的人 伤害过的事情 觉得太不应该了 无地自容 这个一败涂地 特别沮丧 后来呢 我们就见了面 从下午四点钟 一直谈到晚上11点 所以呢 这个女企业家 她跟我哭诉了 她的这个 这个忏悔 这个这个后悔 和她的感悟之后呢 她说 胡董 我现在 就是面 摆在我面前 我就很现实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 说用地自规都有这么一个 瓶颈 她说我现在企业 每天面临着抉择 我这个副总该不该炒掉 我这个女婿跟我要钱 我该不该给钱 我的弟弟在我企业 现在不听话 我能不能 我怎么处理 我现在这个合同 我应该不应该签 这个我这个制度 应该不应该去销 真刀真枪啊 在企业中是地自规 她说那你 那胡董 您说我怎么办 我说你 她说那我就不上班了呗 我上班我得做决定 我上班就是错误的 我说你别 我说你像我是 我当时学完地自规 我也是慢慢放 我先从哪做起呢 我看地自规上说 教育者也要先受教育 今天的教育制度 今天我们现在教育员工 教育学生 教育这个群众 为什么不灵呢 家长让孩子做到的 家长做不到 老师让学生做到的 老师做不到 领导让群众做到的 领导做不到 所以我 我找到这把钥匙 先从我做起 啊 很明显的错误 我跟着老总交流 我当时的心路历程 就是你比如说瞎话 这个你公司制度 也没让你说瞎话 你能不能不说瞎话 啊 我就 我刚开始学地自规的时候 我就在企业 就下了一条纪律 我说 我说不许说瞎话 啊 呃 从此以后 你们认为 如果说只有做瞎 说瞎话 才能把竞争对手打败 才能骗客户 给我们订单 啊 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生存 我说那 这个生意就不做了 啊 我是先从这开始 哎 我在公司 不让他们说瞎话 是后 我自己先不说 啊 你说管得住 管不住 真管不住 张嘴就跟员工说瞎话 说完瞎话之后 没关系 因为他不是 你这桌上有弟子规啊 一看 呦 凡厨严信没先 我再把我的部门经理叫回来 就有这点勇气 我刚才那句话 我骗你的 我说错了 我说瞎话 对不起 啊 这个 这个 送到一个文件上来了 啊 这个有一个项目 报报胡总啊 一共三家竞争对手 啊 请您批示 看看怎么办 怎么拿下这个项目 啊 我就写上 啊 这个 严厉打击竞争对手 啊 接他们的脑底 把他们在这行业里 所做的恶势 一一兜了出来 批下去了 批下去了以后再一看弟子规 凡事人皆虚矮 江家人先问几 不行 撤回来 还错了 不能这么做 对吧 我我我跟这天津老板 我说我是 我是这么展开的 是吧 然后我就把这销售员叫来了 我说 你这这这不能打 胡总 你要不打击他了 蹬鼻子上面 我这蹬鼻子就蹬鼻子吧 咱不是学弟子规呢吗 何必要说一下话 打击别人呢 啊 东边丢了 西边就来 你信不信 我说那行吧 那听您的吧 因为这销售员都会提成啊 你把这个项目给他否了 不让他采取他惯用的习惯的习惯的做法 他就会觉得不得心应手 啊 所以 我跟那个朋友交流 他就问我学习弟子规的过程 我说 你学习弟子规 呃 你就没事干了吗 在单位 你先不要碰你的制度 也不要碰你的部门 也不要碰你的管理层团队 你呀 每天上班各个部门去转 啊 各个部门去转呢 你就会发现很多能落实弟子规的地方 我说真的 我说真的 你那么多员工 大家生活在社会上 谁没个七大姑八大姨的 谁没个病没个灾的 谁没个困难 人在社会上 谁没有走窄的时候 你 你那双慧眼 这个慧眼就是弟子规的眼 啊 弟子规的眼 你就挑出员工 有疾苦 有灾难 有麻烦 有需要你帮助的地方 你从这入手 说那您给我讲讲您的例子 我说我的例子 我们公司就一个员工得了癌症 啊 三十四岁 我是三十五岁得 他是三十四岁得 啊 结婚五年 一个三岁的女儿 啊 今天已经走了 啊 零六年十月份得的 我刚学弟子规的就得了病 我 我当时公司的制度我都没碰 啊 我就觉得 弟子规上说的 是诸父如是父 是诸兄如是兄 这个员工得了癌症 我怎么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呢 如果我就想如果我的妹妹要得了癌症 我霍药林是会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怎么对待这个员工就没有说是诸兄如是兄啊 啊 我怎么就没有一种凡事人皆虚爱 啊 天通父地通宰这种感觉 啊 因为作为现代企业跟员工就三层关系 一个劳动合同 第二 归章制度 第三 四县一斤 就完了 现在的企业组织管理冷冰冰的 没血没肉啊 你员工有你的利益 合同保证 我老板有我的利益 完全是对立的 这和谐啊 一就和了 二就对立了 这个一很伟大 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大的精髓就是这个一 天地人和一 所以我就没有这种一的感觉 啊 但是我也得强迫自己去做呀 若实地子规 做好中国人 您正在收看的是 大型公益纪录片 中华传统文化论坛特别节目 圣贤教育改变命运 这员工得了这么大的病 啊 叫横门肌肉瘤 这个肌肉有横门和树尔 它是横门肌肉瘤 我那个癌症 两万个里边 能治好一个 它这个癌症资料上 报道一百万人才会有一个痊愈 它是长在鼻咽上 啊 不应该动手术 给动了 动了以后 这东西就和韭菜式疯涨 然后就把他那个喉咙啊 都给控制住 这边还有动脉 一换血的时候 那个血就滋在这个墙上 到处都是 特别痛苦 你想他这个血气方刚啊 啊 小伙子 34岁 我就去 我说 我就问我的人事部啊 我说这个 这个事咱们应该怎么办 他说胡总 您不用操心了 啊 这个 就转入社保吧 啊 这个医疗保险 咱都给上了 你该忙什么忙什么 咱们没有 没有缺理的地方 啊 这个员工也不会告他们 咱们符合法律 就是要 要给他转社保了 我说这个 这能不能不转 他说胡总 这可不行 这是制度啊 这个就要转 转到并退啊 我说转到并退 以后他现在这工资 那怎么办 他说那就是差太多了 那不是工作人员 哎呀 我说这个 可能不太符合 弟子规的精神 那人事行政部说 胡总那您看 您什么意思 我说咱们这样 我说我请求您帮个忙 啊 你别跟别人说 咱先把这员工啊 一切待遇不便 啊 工资照发 奖金照给 啊 办公桌也给他留着 我说估计啊 这个东西可能对他是个念想 是吧 咱们认为他能好 啊 给他是一个大的安慰 呃 他说那行吧 既然您老板这么说了 就这么做吧 我当时很忙 我那个年代 2006年的时候 我跟大家回报 我一年请客吃饭啊 280万 就经过我的手请客 09年了 今天是11月 大家知道我这一年 09年 我花多少钱请客吗 38万1 花了多少钱呢 196万 剩下的160万到哪去了呢 就像这种会啊 给送书啊 员工孩子上学给钱啊 结婚了给点红包啊 生病了 咱给咱们给点支持啊 就干这个了 160万 啊 这是我自己的花销 啊 那当年呢 那个我那同事病的时候呢 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安排 我这些本我都留着了 我的日志 从零 从我做生意开始 一直到今年 密密麻麻的 原来那个 中午跟谁吃饭 晚上跟谁吃饭 上午开什么会 下午开什么会 特累啊 哎呀 就是 特别辛苦 后来那 那天晚上 我说 我得看看这员工去 啊 就是住不进医院 医院不愿要他了 他这么重的病 你住在医院就死在医院 你到了医院 你就站着病床 啊 我就找了医院的院长 领导 我就给他安排进去 安排进去以后 我不敢看 因为我得过癌症 我知道那个得癌症 病人那种绝望 尽头 你想他那么年轻 我就去看他 看他完了以后呢 他躺在病床上 也没法说话 他头全包着 动脉 然后 我一看墙上全是血 哎呀 我就 我一看他们家人 都在这哭哭啼啼的 我就给他讲了 我怎么癌症好 这段经历 我就给他送了 了凡私讯 给他买了 DVD的机器 送了光盘 送了弟子龟 我说这个人呢 不能为自己活着 孩子还小 老婆还年轻 为了自己 你肯定会紧张 因为我是过来人 你要为了爸爸妈妈 你要跟疾病做斗争 要坚信 要战胜疾病 活一天 就是给爸爸妈妈 和妻子儿女 带来快乐 带来幸福 他老点头就流泪 我就明白了 就跟我当年的感受 一样 就是这个孩子 他可能担心 因为他知道这个病 他都上网 这个横温脊肉流 这个是非常恶的病 他就说 我说你是不是担心孩子 不是 我说这个 我你信得过吗 我信得过你 我哥哥就跟您干 盖凤联广场的时候 跟着我干了八年 您真不错 后头虽然您脾气不好 但是您这人仗义 还有点善根吧 我不太在乎钱 我说你呢 把心放在肚里头 这个女儿就给我了 你呢 她的实时之病 我办公桌都给你留着呢 电脑都没撤 现在 我跟人事行政部说了 绝对不许给你转到病退 不能给你转到社 社保 一直给你开着人子 您放心 您走了以后 这份钱 您要能活过来 兄弟跟着我一块去 回公司接点脸 您要是回不来 您有好地方去 您 踏踏实实的 女儿就是我的女儿 然后呢 她就特别激动 就抱着我 掉连累 我呢也流连累 我那天从协和院出来 我记得好像是冬天 就现在这个时候了 十月份住的院 我就是抑制不住的 就掉下眼泪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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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眼泪啊 我 我没这么哭过 我 首先我不知道那叫哭 啊 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就觉得 真甜蜜 这一晚上过的 啊 我把所有的应酬放弃掉 我不请客人吃饭 我到了他那两个小时 今天这场活动 一分钱的利益没有 不仅没有利益 还花了很多钱 给他买这些什么DVD啊 给他送了很多营养品啊 啊 还把女儿这个事给谈了 那意味着我还多花钱 啊 完了以后呢 也是挺阴的天 啊 我就体会 我是弟子为真伟大 啊 原来爱人呢 是这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真幸福 这种感觉啊 因为咱们不玩虚的 是吧 确确实实 你说我去歌厅 我找小姐 我什么没干过 没有这种感觉 这种 这种 怎么说呢 就三字经里边说 人之初性本善 这性本善找到了 有那么点光芒 尝出这么点味道 哎呀 觉得这帮人 真是啊 这个这个 这弟子贵太伟大了 这给孩子写的 这一千零八十个字 我这个五十二岁的人 我看了以后 我怎么就会被他打动了呢 照他做以后 真是 才短短不到三个月 就碰到了这么样一件事情 哎 这就特别鼓励我 啊 呃 就是 要落实弟子贵 啊 完了以后呢 呃 我就尝到糖的甜味了 是吧 您这个咱们 没尝过糖的甜味 咱不知道 这个甜味 什么滋味啊 啊 因为什么 孩子小 送到国外了 那个年代 都是竞争 做生意 是吧 考大学 考研究生 没有跟孩子在一起 啊 父子有亲 这个亲意味着什么 不知道 啊 就觉得挣钱给孩子就行了 啊 你有 有车接你 有阿姨照顾你 啊 上最好的学校 出国我给你钱 这就代替爱了 很多家长送孩子去英国 去澳大利亚 都是出于这种心理 觉得欠孩子了 这一辈子在外边 沙沙达达 没有时间跟孩子享受天伦之乐 孩子一辈子 啊 出国之前18岁 几乎没跟父亲 有过什么共同语言 相处特别冷漠 我就是这种人 那么我通过这个员工 我找到了人间之间的这种感觉 哎呀 我觉得这太美妙了 我这老祖宗真伟大 啊 这个 这个人和人之间 原来是有这么样一种联系 啊 所以 我备受鼓舞 我觉得呢 我呢 还有点脾气啊 我这人比较 比较外走极端 我这个好东西 咱们一定得宣传 啊 我 而且呢 向大家报告的是什么呢 我学了三个月弟子贵之后 我那个焦虑症的药就不用吃了 这个 当时是不敢停药啊 就觉得这个大夫说不能停药 就觉得一停药就麻烦 我是慢慢放 这个红药片我先不吃了 然后那个黄药片不吃了 最后那个晚上的药我也不吃了 后来连安眠药都不吃了 大夫吓坏了 他说胡先生你可不能停这药 这家伙这个药你知道是神经类的药 非常敏感的 我们可不能承担责任 你可别说是我这儿给您的意思让您停下来 我说您放心吧 我找的比您的药好多了 我这弟子贵的药最灵了 挂一个号两千块钱 心理门诊 还得半夜让司机去排队 我图什么呀 我说我这一本书一块钱都不用 是吧 一千零八十个字 读读学学做的 就睡得香 吃得饱 特踏实 我说 而且吧 你学了弟子贵以后 因为弟子贵他没有为自己的事情 他都是为别人的事情 我就慢慢体会到 我们现在人的生活方式 是一种病态的生活方式 为什么说他病呢 只有自己没有别人 这种方式是病态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就跟那天津老板说 我学弟子贵啊 不是说我这边左手是生活 右手学弟子贵 弟子贵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弟子贵 咱们用咱们沈阳人民的话来讲 那就是一种活法 是吧 原来我是什么活法呢 自私自利 只想自己 脑子里起心动念 说话 但是 没有一分钟是离开自己的 弟子贵呢 为什么说他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呢 他把别人拉到你的生活里边来 他是让你将家人先问己 己不欲即素欲 让你既要考虑自己 又要考虑别人 这种生活方式就健康了 就摆脱了病态的生活方式 再往下来 只有别人而没有自己 像雷锋同志那样 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 像焦鱼录同志那样 一心系着难考人民 我这刚做那么一点点 我那种喜悦 那种兴奋 那种快乐 我能推演到 雷锋同志当年有多快乐 我能推演到 我能想象到 焦鱼录书记当年有多快乐 其实我们看着人家很苦 我们看着焦鱼录很不容易 很辛苦 实际上 世界上最乐的人 莫过于焦鱼录同志 莫过于雷锋 第一个 改变跟司机的关系 原来我一上车 什么样 那身上靠着后边坐 脚搭在前面坐 个儿也高 你说那司机在旁边开车 我那脚就搭在人家肩膀旁边 你说多缺德 咱们现在想着 是吧 然后你说北京交通那么堵 跟司机有什么关系 这一堵就骂司机 你真没福气 你给我开车 全是晦气 你不开 你开哪条路 哪条路堵 你说多损了 这老板当的 首先改啊 第一个 好好坐着 关闭症 扭闭结 瓦鱼铝 聚谨切 绝对不能长胸落怀 绝对不能四仰八叉的 这个员工做好榜样 我就跟天庆老板说 你这个 这个不违反公司制度吧 这个你改了以后 什么都不影响吧 对不对 咱们先从这儿做起啊 哎 你看 戴壁仆 申贵端 虽贵端 辞二块 壁仆就是夏季 家里嘛 弟子 小孩嘛 他没有社会工作 所以他没夏季 壁仆就是家里的用人 那作为单位来讲 就是我们的夏季 戴壁仆 申贵端 你琢磨这三个字 贵 好榜样 端正 啊 贵是正确的意思 端是直的意思 虽然你的行持比他严谨 啊 辞而宽 辞是什么 爱他 宽呢 有错误要宽恕 我看到这三个字我特惭愧 我这司机是任意一点错误都没有 你看人弟子贵上说 即便有了错误都得宽恕 人家没错 我是找茬啊 发泄啊 这得改 怎么改呢 改不了啊 太难了 我在这个讲弟子归汇报的时候 在各个地方 人家说胡先生 你讲的挺好 我们想改 但实在是习气态度 改不了 改不了没关系 十次改不了 但一百次 我刚才沈着司机都吓一跳 往后边插边到了好几步 胡老板给我鞠躬 我说刚才你看这事 也不能埋怨你 路上堵车 是吧 天安门那边堵 因为这北京老是有这种 这种手掌啊 什么布置警卫路线啊 什么这个 这个勤务 那个交通就堵呗 堵我就骂着司机 你说你 多冤呢 下了车咱就觉悟了 觉悟了就立刻就得干 不要过夜 实在是见不着面了 发个短信 你看我 我那个 我记得好像有一次 我在餐厅 跟我那副总吃饭 跟我说丢了一个项目 我当时脑子蒙了一下 我说第一期就买了咱们的炉子 第二期是板上钉钉啊 对吧 第一期四百台 是吧 是一栋楼 买了咱们的炉子 第二期十二栋楼 全面推开房地产 房地产是按阶段分的 是吧 那么 你怎么能把第二期给丢掉呢 是吧 人家要给我解释 其实根本不是人家销售部的事 是完全是我的事 为什么呢 你想 一个房地产公司 它是请这个钱 它有程序 是吧 那么我们合同当中是 货到后 你要给我四十个钱 我货到了 你不给我钱 对不对 人家流程啊 人家批啊 从部门到经理 从经理到财务 这一圈里走下来 需要大概十天左右 那么这个时候 工程很急 就像这冬天 就要入住了 那时候胡先生 你们能不能 你们公司能不能先帮我们 装上这炉子 不装 不给钱 不装 我憋着你了 等着你了 那你想这工程部 他就不高兴啊 因为什么呢 工程部 他跟财务部 他做不了主啊 任何一个单位 他都是有部门的这种区别 那这个时候财务部 去钱没劈下来 主管财务的副总出差 没回到北京 下礼拜一回来 但是今天星期三 一定要装这炉子 比如说这个例子 怎么办 不装 不见钱不给 货都交给你们了 那百分之四十的钱 你不给 不能给 不能装 对立 人家工程部说什么 下次再也不买你王八蛋的东西了 你跟着憋着我 你说这能赖人销售吗 这公司制定的制度 你不给钱 就不给装炉子 不给装炉子 就把人伤了 用户拿到钥匙 住不进去 没炉子 这么这冷的天 没炉子行吗 此次此地呀 只考虑自己 现在 那你说 在餐厅吃饭 丢了这十二栋楼 一千多台 我四百多台 我是竞争啊 就到了底价了 我就为了 中路这十二栋楼 这一千多台 结果 我这骨头是拿回家来 到吃肉的时候 没我的事 是不是 你就提了 啪呀 那个手机就扔到餐厅了 生气呀 那个餐厅的服务员都吓坏了 我这一扔完手机落地下 它那盘子也落地下了 哎呦妈呀 说这怎么那么大脾气 这个 端着菜呢 错了吧 错了 错了以后 晚上回家就给人发了短信 对不起 今天餐厅 失败 违反了弟子柜 是吧 这个 原谅吧 是吧 就是说我这个岁数 现在学挺难的 希望您也理解 是吧 这个改起来难 但是我真想改 我实在是功夫不得力 所以实有冒犯 希望你多多原谅 原来一年吧 得摔个 每个月得摔一部手机 大概摔个十二三步的 差不多 现在这里 这三年没怎么摔过 一步都没摔过 这个 所以 你一学了弟子柜 你就冷静了 你首先你不能发脾气 你都能问原因 没有原因 不允许发脾气 尖巧语 惠乌词 示警器 窃窃之 你就不能问 你就不能发脾 这一不发脾气 就和这水一样 它就平静了 这一平静了 你拿那个脸 往水上一放 你就看清楚 你脸长什么模样 如果这个水 摇晃 这个水 有波澜 有起伏 我们的脸 往水上一放 就变形了 你往往看不到 事实真相 所以 这杯水 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不能起心动念 讲到这儿 张静元 张老 原来 退休的岗位 是国务院副秘书长 他 解放之初 给陈毅老总 当秘书 我的舅舅是万里 张静元 后来给我舅舅当秘书 说我跟万老 十年秘书 从来没跟我发过脾气 就一次说话重了点 河南 黄河小浪底工程 一块去考察 审这个图纸 特别疲劳 心脏心念图 剃脱倒置 连夜坐直升飞机 送到上海 到了上海 醒了以后 说这是什么地方 说这是上海 上海 我到这儿干什么 他说您那个心脏出问题了 剃脱倒置 那必须得治疗 那会议怎么办 河南的会议 那不行啊 这个事情是我抓的 我负责啊 张静元 张老就说了一句话 您都这样了 是哪样啊 我跟你说 你竟干着鸡毛蒜皮的事情 你竟管着鸡毛蒜皮 张老说 万里同志跟我 我跟他服务十年 就说过这么一次重文化 鸡毛蒜皮 赶快坐飞机回去 心里装的是什么呀 你心里装的天下 天下就属于你的 你心里装的人民 人民就拥护你 中国传统文化说的清静心 叫格物之之 正义成心 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 换句话说 什么叫格物 把你自私自利的欲望 要隔除掉 这叫清静心啊 不是说拿着国家的工资 吃饱了 钢丝床上一躺 这叫清静心 什么都不干 错了 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多忙啊 基础是什么 格物置之 诚意正心 格物就把物语要去掉 物语当中最大的物语是什么 自私自利 我跟那天经老板说 我说 你要有坚定的信息 对弟子不要坚定不已 凡是成功的人 凡是幸福的人 我跟你做证明 我要就可以不吃了 焦虑症就好了 我说 我今天带来很多文章 我的员工三年以后给我写的感受 说 原来在卫生间 要是碰到胡总 回到座位上 我自己就说 真倒霉 今天碰着老板在卫生间 跟我一块上厕所 你说这员工 你说我这冤不冤啊 我这开着公司 我这外边压力这么大 做着买卖 给你们上了四千一斤 我在卫生间碰到你 你都觉得恶心 我跟老板说 我说就这个 就这待遇 你表面上对你公平 为什么 你以为你能开公司 它是一利益 它对你重视 但是它没有尊重 今天 三年以后 是吧 员工在给我写这个报告的时候 那 它对你那种认可 它对你那种赞扬 它心里那种感受和舒服 你是能看得出来的 所以 我们 我在 我在企业落实弟子规 到今天三年时间 那大家可肯定会关心 您这成天不入正夜 这个应酬费从 二百八十万 降到了三十八万一 我跟大家说 这三十八万一 都在弘扬传统文化 昨天晚上 我为什么不能来 人家请我吃饭 说 胡老板 我们这有个项目 想买炉子 咱们下周三建一个面 我就把沈阳这个会给忘了 我说好 下周三就下周三 一查十一号晚上 请我吃饭 两个小时 六点半到八点半 讲什么呀 讲在企业落实第一位 现在客户反过来请我吃饭 胡先生 您只要有时间 你说中午晚上都行 吃什么您定 你看 不用您掏钱 我带着班子一块去听 班子最近有点猛 班子最近有点不团结 你给我们讲讲命运的事 你给我们讲讲改过的事 带着班子来了 经理副经理一块做了诗 是吧 然后完了以后 送这个地字规 送这个了凡私讯 送这个太上感应片 给他们看 就传统文化讲的这些事情 如何做人 如何做事 如何管住自己的念头 特别高兴 而且不喝酒 而且尊重我的习惯 不吃不吃婚的 这个 就是特别有面子 而且原来我是什么样 我求人客户 求爷爷告奶奶 死了活拽 请人出来吃饭 吃饭的时候 就就就就就 就是给人家 人家一提到竞争对手 就诋毁竞争对手 一说到产品 就跟人吹牛 现在还用宣传吗 不用了 还用还用 还用跟人竞争对手 争吗 不用了 我昨天跟那个客户说 我说我最近学弟子规 有一个误处 也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我刚开始学弟子规的时候 我认为什么呢 我胡晓琳有本事 我挣了这个钱 我挣了这个钱 我拿我的钱 来弘扬传统文化 你看 这里边有个我 那我要吗 我学弟子规了 我要向善 我要拿出钱来弘扬正法 我今天 我昨天跟客户说 我说我现在才明白 这是学着 学着三年之后 慢慢有点误处了 我这哪是我的钱 这不都是您的客户 给我的钱吗 你们是我们的父母 不给我们钱 我们办不下公司 你们是我们的上帝 你们不给我们生意 我们没法生存 你们是我们的恩人 如果我要拿你们给我这钱 我干嘛去 我泡妞 我买奔驰 是吧 我在 更有甚者 我在吸毒 我在包一二奶 啊 我在去什么歌厅 啊 我在搞那种 染污社会 这些事情 你们是我的恩人 你们不给我钱 我成就不了 这坏事 啊 正是因为你们 给了我的生意 行吗 这坏事我干成了 我污染了社会 我污染了大众 我污染了心灵 我这恩将仇报 啊 我说我现在明了 我现在花每一分钱 我都特别紧张 我该花吗 这钱可都是恩人给我的 我可不能让人家帮了我的恩人 再跟着我一块去造恶事 然后再把这些恩人害了 江本生博士水事业说了 你一个念头 那水都知道 你一念向善 水的结晶是漂亮 你一念向恶 你骂的水是混蛋 水的结晶是散乱的 水是矿物 矿物都知道你的念头 你更何况这些人呢 啊 啊 我 我天天 我天天在害我这些恩人 我拿着钱 我去干那些自私自利的事 此人利己的事 能行吗 这个手机 除了教人向善之外 还应该谈什么话 什么都不能再谈了 这个纸除了写弟子规 劝人向善 啊 分析学习弟子规 心得报告 你还能写什么 你什么都不能写吧 啊 我说各位老板 这个钱是恩人给你的 你怎么花 你你怎么花 他决定你的恩人 他的什么处境 如果对你有这么大恩大德的人 你乱花着钱 你把他害了 你害了自己 你害了还害了别人 推而广之 胡晓琳你今天吃这口饭 你今天穿这寸衣服 你要是说劝人向善 啊 把爱心啊 给广大的人民带来利益 热爱员工 热爱 热爱家属 热爱他们的爸爸妈妈 那您这一口饭吃的 对了 您这寸布 没白传 农民 兄弟 和纺织工人 都跟着你沾光 因为他成就你的善事 啊 我现在的员工 我就这么教育 千万不要小看 我们面前这张纸 千万不要忽视 我们手中这支笔 啊 钱不是我的 沈阳一开会 我特高兴 为什么 钱又终于有趣的地方 买吧 招呼吧 你再放到我那 我的儿子再不孝敬 存在他 你想想 三字经上怎么说 人依子金满营 我依子为一金 你看 没有智慧的父母 一个孩子 营就是框 金满营 我依子为一金 我给儿子就留弟子 你没钱是吧 弟子规能给你带来财富 为什么 弟子规是智慧 有了智慧 你没钱能挣来钱 啊 我 我怎么挣来的钱 这是 过去修来的福报 啊 今天有了这个钱 有了钱干嘛用 给你用啊 你要没这本事 你拿着钱 干坏事 危害社会 危害大家 我不干这个 我这一年大概两千万 啊 拿出一千万来 啊 干点好事 自己一 刻弟子规盘 印弟子规书 等等像这种善事 再拿出五百万 留五百万 企业 够运转就行了 留着他干什么 司马迁说过 我留给钱给孩子 害了害了 我给他留书 他可以不看 我给他留什么 我给他留德行 这个 这个 能够保佑子孙 中国一经上说 啊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什么意思 你的爸爸妈妈用不了 剩下来到哪去了 全余给了孩子 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秧 啊 各位父母 真正爱孩子 就得记得 就得做好事 啊 我今天来了 是现在北京下大雪 冷 是吧 我这成天 找不到花钱的地方 我苦闷啊 啊 这个北京突然下大雪 这这这 降温呢 售后服务部 跟我这个经理 跟我聊天 就这不到十天的时间 打进来的电话 维修量 呼噜电话量 两万五千次 每天平均三千八百次 上门达到八百次 每一个员工 手上十三四个活 早晨八点钟出去 晚上十二点钟才能回来 整立完单子 领好备见 到下半夜四点 八点钟就得出车了 你看 这个公司开了十二年了 我都没想到过 他们中午饭怎么吃 这些都是孩子 十八岁的孩子 十九岁的孩子 你看学完弟子贵 这人啊 一有了爱心呢 他就聪明 他就有智慧 我说 我想起来 那我说 他们这个中午饭怎么吃 怎么解决 你想这孩子 他就不吃了 他花钱嘛 他挣那俩半钱 你要他在外边 去买这种中午饭 得多贵呀 这时候我就跟那天津老板说的 你那眼睛瞪着呀 哪能用弟子贵 你先用起来呀 我说行了 我说明天我去沈阳 我说你先把这事给我办 拿两万人民币 先到超市买面包 买火腿肠 买榨菜 买豆干 就方便吃饼 一定让孩子 把中午饭吃好 你说你生活在一个弟子规的环境里 你知道多愉快吗 那人事行政部经理说了 胡总 我觉得这些孩子太老了 应该给他们买微博和手套 我说好 这个赶快去办 50个员工买50套 你看 你这钱哪花不是花呀 对吧 然后 我说啊 我说我可把员工交代给你们二位了 一个是售后服务经理 一个是人事行政部经理 是吧 我说你也得把我 带我 因为我说我现在不是外面老得跟吹牛去吗 我说具体事我也干不了啊 我都得你们帮我的忙啊 是吧 我说你要照顾好 你看啊 这个思想的状态 这种改变是长期的 我那售后服务经理是个女同志 胡总您放心吧 我们一定把员工照顾好 但是也不能让公司吃亏 我说我都走了 都推开门都出去了 我说你不行 我说这重大理论问题 咱们得讨论讨论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那可不是吗 公司老掏钱照顾员工 公司就受损失了 这个东西就差不多就行了 我说咱学传统文化 学了凡思绪 你是白学吗 你是不是把员工跟那个公司又对立起来 好像照顾好员工就损失公司利益 好像为了公司利益就不能照顾好员工 公司跟员工 胡主席怎么说的 是一不是二啊 照顾好员工才是真本的照顾好公司啊 你还不明白这道理吗 说真的吗 我说你这些检查 你弟子会白学过 还拿你这稿到这来 给人打压白话 说你还弄得不错 我说你怎么就这句话说太没水平了 我来照顾员工 我也不能损害公司 我说你照顾好员工才是真正的爱公司 那江本胜博士的水试验 那不就说明这个问题吗 你一念爱心爱员工 爱心员工给你们反馈什么 我说咱们前两天 不是刚刚表扬过 复站江我们的总公司吗 孩子要上学 他是张家口人 是吧 然后呢 在北京要上初中 没有关系 外地户口不能上学 求到我 然后我找到区领导 给他解决了 解决完了以后呢 给我发了一个短信 复站江全家 给您老人家鞠躬 您在百忙之中找关系 帮我解决了孩子 在北京的上学 这个事 那时候呢 怎么知道呢 今年四月份 我跟员工吃早饭 我就看他愁眉不乐 愁眉不难 我说怎么了 他说孩子要上学 不知道送回张家口啊 还是在这上 回张家口吧 我们两口子在北京打工 你说我要放在这吧 咱又上不了学 我说行了 我说这个您算找得了人吗 我没别的本事 我就有点关系 对吧 我说这事我给你办 办了 办了以后呢 四月五月六月 到六月份 我还吃早饭 我看他老想跟我说话 又不敢说 后来他说 我突然想起来的孩子 我说您的孩子 接到通知了没有 他说没有接到 他说您别管了 您那么忙 我想我忙什么呀 我 我总工程师 我不忙 我忙谁呀 对吧 我当时就提起了一种感觉 我虽然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我的儿子二十五岁老大 今年也是考研究生 我突然就发现 我这个儿子上研究生 我这个操心啊 没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我那种感觉 我吃不下饭 我睡不着觉 问他拿到通知没有 你是怎么面试的 学校教授推荐信 写的没有 我说我这员工 这孩子上学 我怎么就没这股热乎劲呢 惭愧 我这网上有我讲的东西 大家流通我的光盘 我太惭愧了 你算干嘛的 你啊 跟你这么近的员工 这孩子上学 你就不操心 从四月份一直到六月份 你都不问 你的儿子 你天天啊 不睡不吃 你跟着操心 有分别心吗 不平等吗 就不是一了吗 哎呀 那天我特别惭愧 我就找到这位领导 我说大哥 你给办了没有 他说你看你吧 事真多 帮你做生意就得了 那孩子上学的事 你还找我 我大哥 今儿我弟弟 给您立下军令照 从今天开始 我再也不求您生意的事 你把这孩子给我办了 大哥 您功德无量 我胡老林给您鞠躬 我以后不再找你添麻烦 什么为了生意 我找你 大哥 这个您必须得办 我这落实弟子归了 我的孩子上了学 人家孩子没上学 我大哥 而且我还给他讲道理 您这是应得 应得天报之 我这员工不知道谁帮的 是您帮的 我不跟他说 您的子子 您今天把他的孩子照顾好了 以后您的子孙慢带 那还错得了吗 大哥 这领导说 你这都是什么理论呢 我说您看看 这了凡四季上说得特清楚 把别人的孩子照顾好了 你的孩子就没事了 把别人的太太照顾好了 你的太太就没事了 我说 这里边是道理啊 大哥 他说你说照顾好别的太太 不是别的事 不是别的事 这生活上关心 你可千万别想别的 对对对 都我明白了 最后就被解决了 解决完了以后 这孩子给我写了一封表扬信 表扬胡叔叔 今天我带来了 我给大家念念 说感谢信 尊敬的胡伯伯您好 首先祝您工作顺利 寿比南山适事顺心 你看 我是您的员工 傅站江的女儿 傅家 衷心的感谢您对我 莫大的帮助 由于外籍户口的缘故 对我上初中造成了一些困难 您在这时 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 帮助我找到了合适的学校 我不知该怎样表达 对您的感激之情 俗话说 送人玫瑰手流余香 您积德行善 乐善好施 在今日后的日子里 您会更多财富 更多福气 万事如意 滴水之恩 将涌泉相报 今后我会以我的学习成绩 来报答您对我的恩惠 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我会以您为荣 做一名孝敬父母 积德行善 遵循弟子归教诲的好孩子 祝您和您的家人 生活美满 事业顺心 健康长寿 辞职敬礼 傅栈江之女附加 后来择校 选择这个学校 要套三万人民币 大家不是说吗 我那一百九十万干嘛 就是三万人民币 我给他 九九年就跟着我 十年了 人有几个十年 霍尔林你知足吧 这么踏踏实实在我这干 吃亏吗 套了三万人民币 总工程师 我临来之前 上个月 给我打了一个报告 我们这个锅炉有烟馆 我们现在的烟稿叫冷拔铝 就是硕铝的 一套成本 一百二十二块钱 他在宁波找了一个国企 规模比现在四川绵羊的大好几倍 质量完全一样 八十八块钱一套 一百二十二件八十八 三十五块钱 我一年两万台炉子 七十万 节省了 就是他 说 还有不锈钢的 五十块钱一套 一百二十二减五十 七十块钱 两万台炉子 一百四十万 说 利益别人 才是真正的利益自己 心里装着员工 员工才为你服务 我现在一千八百万行政经费 我一个瓢子我都不签 你们看 你们签字就到财务去报销 原来我一进办公室 左边那一大文件价全是报销条 右边这一个不是什么员工跟劳动局起诉我吧 就是律师函吧 就是什么这个欠款通知书吧 然后就是就和最后通牒似的 现在我带一进办公室 山东给您寄来四十箱苹果 山西给您送来一千斤小米 浙江给您送来五十斤茶叶 全这个 你说这君子乐得做君子 我一天会也不开了 我更不要说发脾气 我连人物都见不着 对吧 我这早上学弟子归 然后下午写大字 晚上吃饭应酬就跟人讲传统文化 劝人相善 怎么样啊生意 第一年学弟子归 三万一千台 我们一年千两万五千台 那就算好活 第一年学弟子归 对我胡晓林就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多了六千台 平常一年一亿三千万的生意 零七年一亿六千九百万 破历史记录 没卖到过三万台以上 不亏吧 说这偶然的 您撞上 撞上 第二年 零八 二零零八 奥林匹克 北京五月一号到十月一号 六个月不能有工程 这大家知道 因为北京要开奥林匹克了 民工都得遣散 所有的污染 污染项目都得 都得都得关了 我当时想一百八十天没活 得了 搞弟子归培训吧 印法宝吧 把这年挨过去吧 两万四千八百台 这是零八年 第二年学弟子归 去年 金融风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房地产 银行不给钱 说有泡沫要打压 要把水挤干净 所有的房地产商都滞后 不干了 把地窝在手上 不干了 你不干完以后 你就没活了吧 你还算两万四千八 到了去年年底 十月十八日 北京市建委下了一个文 说导障性住房 应采用机中公安 换句话说 就不能用壁挂炉 挂在墙上 吩咐 跟大家报告 我一年两万五千台炉 有两万台是保障性住房 给我的 我一想 完了 这本 一千天不到 金融风暴 咱就不说了 房地产泡沫 咱就不说了 这到年底 十月十八号 北京市建委下了一文 不让用这种炉子了 换句话说 就五千台 五千台都是商品房 商品房人又不干 那不就没活了吗 我想得了 我五月份在青岛 我到现在为止 我一台炉子都没钱 但是我心里谈谈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命里有 他就得 命里没有 我就关了公司 我就宣传地址归了 我就把剩下这点钱 我全给他嘚嘚嘚出去 我完事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当时这么想 我说你 古圣仙仙 您看 您要觉得我 胡晓琳有点出息 您给我留点生意 我在企业落实地址归 我给广大的企业家 和社会 做个好仿佛 摸索出点经验 让大家从痛苦当中回来 走上觉悟造路 您要觉得我小子 今天这点事断了 那您就关了他 我也就踏踏实实 好好地学习 我在家 我没事 我省心了 我这拿了钱 我还成天提醒要来 7月8号 我在唐山 1000台路 7月20号 我到宝定 1800台路 893个月 到今天 36000台路 哪来的呀 因为国民经济滑坡 国家加大基础建设投资 搞土地储备 农村的地 全部要征用 搞商品房建设 那农民要上楼啊 农民上楼就用这设备 光朝阳区一个区 11万户 我才签3万户 算什么 明年后年全拿下来了 着急吗 这是你发脾气发来的 这是你西方谈到的竞争 争来的 对吧 所以说 那这个签了36000台 我从我做生意 开这个公司 97年到今天 12年时间 我最高的一年 07年3万亿 今年36000 是第二个高年 我跟我的员工说 我们今天是同样的天 同样的地 同样的产品 同样的市场 同样的北京 同样的开发商 我们有什么不同吗 不同 生意上去 员工愉快了 待遇提高了 老板焦虑正好了 有笑脸了 卫生间见了我也不着急了 是吧 不一样的是我们的人心 传统文化 挽救人心 挽救世道 这是一点不佳呀 做买卖的朋友挺多 衡量一个企业 健康不健康 三大指标 第一 销售不 三万六千台 第二 回款 我常年在外面 扎着我的款 三千万 我怎么 我怎么催钱上来 你让我安装 我不安装 你把钱给我才安装 对立了 安装完了 你不给我调试的钱 我不给你调试 给钱再干 给了你项目 这一路下来 就是不愉快 你处处憋着开发商 你处处限制客户 等人 最后修炉子 你不给我百分之五的为款 我不给你修炉子 弄得鸡飞狗跳 这老百姓找我 我这这么冷的天气不修炉 开发商不给钱 找他去 矛盾家户于他 开发商乖乖的给钱 杀鸡取软啊 开发商你过一个 就和老狗熊掰棒的是吧 下次人还找你了 不找你了 我找了你 我这一路下来 从安装调试到售后 你没有一次 你胡小林不是掉到前眼里的 给钱干 不给钱就不干 自私自利到了极处 分包怎么样 到了春节 堵办公室就骂 给你忙八蛋干一年了 你不给我钱 领着孩子在地毯上 一呆呆到下半夜 我干嘛去了 我海南 我度假去了 我不给你批钱 干这个 今天 我拿了这个文件 八月一号 合同执行部给我 因为我觉得 我太长时间不管公司的业 原来催款全是我 求领导帮忙大哥给点钱吧 活都完了 公司挺紧张 我已经两年多不吹款了 我说我 从保定回来以后 我说我看看公司的外边欠我多少钱 一看 八百 八百六十二万四 原来三千万 四八三十二 四分之一 你说 再仔细分析这八百六十万 二百二十万是奥林匹克工程 那是必须审计完 因为奥林匹克工程是外国人的工程 审计特别严格 一定要审计完以后才能还 八百六十万减二百二十万 还剩六百四十万 六百四十万当中有五百万 是三个民营企业家 我没有学弟子规之前欠我 换句话说 真正该还我而没还的 一百四十万 各位朋友 作为一个公司一年做一五千万的生意 外边回款差一百五十万 较差吗 百分之一都不到啊 这太健康了 这这这 这了凡私讯说 这个你有福的人 你用着着急吗 明明之中就给你安排了 我就没打过电话 没催过钱 我拿来了 说 差八百万 这是一 第三个 提前给钱 这对我们做买卖人太不可思议了 但原来做买卖是怎么的 扎你一款 安装完了给你百分之五十 投入使用给你百分之三十 还有留在百分之二十两年以后 看见炉子没问题给你 那就算不错了 今年累计 提前给钱的项目 一千两百万 为什么 不知道 这我就问我那个副总 我说你他干嘛 一月份才要炉子 怎么九月份就给钱了 提前五个月呢 我说你是不是跟这李总特熟 他说熟什么呀 胡总 连顿饭都没吃过 就是到他的公司 他的办公室里头 兑图纸 就这么点交情 给人送了点什么 这是法宝 什么地子规 三字经 就这个 就给了五百万 说那吓一跳 您是说什么意思 是一月份给不了五百万 不是 公司下钱了 你先拿走吧 这五百万 你拿走就踏实了 那你是不是请他唱歌 没有啊 你是不是请他洗澡了 没有啊 胡总 我说没干这个了 那他怎么对他那么好 他说不知道 你先拿着吧 这是一笔 再一笔农村的项目 农民兄弟 说要炉子了 预付款一百二十万 老总在河南出差 说您得给钱 我们给你发炉子呀 合同执行 我通知了 行了 先拿二百万走吧 我说您干嘛 多给我们八十万 行了 八十万 不是后面还得买你们的吗 你先拿着 到最后多退少补 你说 你说 你说这 你说你听了不感动吗 你说 咱们也没请人吃顿饭 我连面我都没见过 人家给了二百万 是吧 还有的是什么呢 到二期了 嘱咐工程部 不许压价钱 为什么呀 胡先生他们挣点钱 做好事 我明白了 他那好事当中 不是也有咱们的钱吗 是吧 他功德无量 说了都是一不是二 他有多的功德 咱们就有多的功德 是吧 而且特别是 特别是这家 我就想起来了 当年我第一次签跟他签合同 2005年 我还没 我还没学传统文化 我帮了他们公司大忙 因为他们原来要接市政热力 不用天然气取暖 后来市政热力公司 因为管线的问题 能力不够 不给他们暖了 最后说 胡先生 您有关系 您帮我们把天然气接进来 接进来以后 我们的锅炉全买您的 无论是大锅炉 小锅炉 除了您的炉子 我们谁都不买 好好 等我们到签合同的时候 天然气给接进去了 到签合同的时候 我们那个副总 搞销售的 人家拿出一个咨询协议 说 你们都有关系 这么大的干部家庭 你别跟我们捣乱了 我们这小小的农民 你万一买了 卖了你们的炉子 你要不给我们修 我们有什么皮签 你们净是认识头 顶倒 得了 给你们50万人民币 拿回去吧 这炉子我们买别人 没关系的 这样让他听使唤 我这副总一听 当时就急了 当他的面就把这 咨询合同给扯了 我们是叫花子呀 你 我们胡总都说了 帮忙不是为了 拿咨询费 咨询费我们早就发了 我们就是要踏踏实实 搞项目 搞工程 你算了 你不给就算了 这是一期就没买我的 给50万 就这个员 就这个客户 到了二期的时候 就通知工程部不许降价 全都给汇通公司 因为社会上需要这样的企业家 他们做点好事挺难得的 支持一把 孔老师子说什么 德不顾 必有利 你有德性了 我跟你讲 在您身边的人一定很多 支持你的人 帮助你的人一定很多 今天我就给你拿着例子 是吧 所以提前给钱 这个 这个 不欠钱 而且生意还上去 是吧 这个 你说这种老板当的 是吧 怎么会有今天这种书生的变化呢 那就是因为 我胡小林 自己改起 是吧 自己以身作则 我要员工作到的 我先做到 我要员工想的 我自己先想 是吧 我要 我这个 每天 我那人事行政部经理到我那 那天津老板说 那我就没什么事 我说你有事特忙 我人事行政部经理找我 不找 我找他呀 我说你过来一下 我说我们公司成立爱心基金了 我胡小林一个月拿出两万块钱放在这里头 都八个月了 十六万 你怎么不花呀 我说我要挑出员工有困难 我要启动这爱心基金了 你可失职 我说人事行政部 你这么管 他能不跟上吗 昨天第一次逼着他启用 打扫卫生的阿姨 子宫做手术 一千八百块钱 家里特别穷 床 床铺特别单薄 我司于2009年9月份正式成立爱心互助基金 在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 我们的爱心互助基金管委会的委员们 每天都在自己的身边寻找我们要帮助的人和事 公司领导也多次关心和询问我们 让我们用真诚心去发现员工的疾苦 让我们用爱心去帮助他们 现在我们高兴地通知大家 我们的爱心互助基金已经正式启用了 公司的保洁员文碧秀阿姨 因2009年10月底生病 检查费手术费药费 共用了1800多元 11月份还要去再妇产 文阿姨与丈夫每月的收入除家里开销以外 支付孩子学费后所剩无几 文阿姨身体状况不好 而且家庭收入不高 文阿姨生病期间我们去家里去看望她 文阿姨一家就生活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平方里头 虽然天气已经非常冷了 但是床上只有包包的背骨 也没有取暖 家里基本上没有什么电器 由于生命做手术所产生的费用 让原本不富裕的生活更加血压压爽 顾公司司助文碧秀 两千元等 请问阿姨安心看病 好好地强强身体 两年多传统文化的学习 在每个员工心里都拨下了爱的种类 在员工之间建立了一座爱的桥梁 使员工之间爱心的接力棒 每月员工的点提爱心 都将化成一缕缕阳光 汇成一股股肝泉 给需要帮助辅助的人 以无限的力量 这种故事非常感人很多 我这一块毛巾根本就不够 说实话 阿姨最低级的 最低端的 被人忽视的 推而广之 我们那个写的楼层 打扫卫生间的阿姨 是公共区域的 中秋节我们送月饼 下一票啊 谁还想着他们送月饼 打扫卫生间的阿姨 更有甚者 我这次中秋节说 送四种人 第一 不愉快离开公司的员工 我们要送月饼 要送健康饮食 要送弟子归 我写了热情洋溢的信 我说你们跟我们在一起 遭受了很大的委屈 今天我胡晓琳学习弟子归 我觉悟了 我向你们忏悔 我携全体公司员工 向你们鞠躬 承认错误 中国传统文化告诉我们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过去我们结的怨 我们造下的仇恨 全都是因为我 没有您的原因 今天三盒月饼 加一份法宝 希望共沾发喜 这是我的手机 你们有什么困难 随时跟我联系 第二一个 就是凡是开发商 后期不买我们地挂炉的 我们送月饼 原来不就不理了 你不买 我们买了竞争对手 我还理你干什么 现在要送 恩人 人家不买我们 是因为我们伤了人家 今天我们觉悟了 我们承认错误 借着中秋节月饼 这个大团圆的时间 我们送法宝 公司有多少员工 我们送多少份 一百个员工 才送一百份 八十个员工 咱还送一百份 第三 我说竞争对手要送 在商场上 跟人搞招头标 陷害过别人 诋毁过别人 挤得过别人 要送 干嘛 孔子的学生 老祖宗的先子 孝孙 给世人做好榜样吗 世人看到你们 会同公司这种行驶 看到你 霍尔林所作所为 人家对传统教育 升起信心 更多的人愿意学 更多的人愿意接触 不是吗 第四 凡是欠我钱的 这八百六十二万 开发商 要送月饼 为什么 做一个好榜样 人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 季子规 伸出援助之说 将家人先问及 我们有困难的时候 是不是希望别人帮助我们 是的 就这六个字就够了 所以三年实践季子规 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旅程 钱没少挣 名没少出 但是这种愉快 是能用钱买来的吗 是能用名带来的吗 谢谢大家 今天听我这啰啰嗦嗦 有讲的不对的地方 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学习传统文化当中 有一个误区 这个我自己也经常做检讨 就是原来没学传统文化之前 心里头没那么多标准 不会批评人 就是俗话说还像个人样 学了传统文化以后 自己不改过 拿了学的传统文化 挑三拣四 指责别人 批评别人 这个传统文化就学错了 传统文化应该像双利老总这么学 就是改自己 所以说 了凡思讯当中有句话 未论行善 先须改过 就是你先别想做善事 你先把过错改了 那么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有个比喻 就是你所有的缺点 这个恶习 就相当于杯子底下 那个杯底有漏洞一样 我们叫做有漏 什么意思呢 东西都漏下去了 把什么东西漏下去呢 就把你的符给漏下去了 所以 那个改过的过程呢 就是要把这个杯子底啊 给它堵上 不要把这个洞啊 让它再留那 先把它 先把它止住 先不让符流走 第二件事呢 第一个叫改过之法 就了凡思讯上讲 第二件事呢 叫积善之方 然后呢 再往这杯子里边呢 再倒水 倒水呢 就相当于积善 把漏洞先堵住 第一步 第二步呢 往里边倒水 第三步呢 谦德之效 谦德 就谦虚 你看啊 这个地上有坑的时候 那水就往里边流 它滴 它挖 所以那坑的边呢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杯子的帮 谦虚就相当于杯子的帮 所以这三件事 大家要记住 第一个 要把杯子底儿堵住 漏洞堵住 就是要改过 第二呢 要做好事 做好事完了以后呢 就往里边积服 第三件事 要把杯子帮给它打造出来 这样你积那个水 它就不从边上来 千德之效 千寿意 满朝思 就记住这个 一定要从自己开启 英雄儿女当中 有这么一句话 王成烈士 说亲爱的首长 亲爱的战友 为了祖国 为了人民 请向我开炮 学传统文化 就要向自己开炮 不能向别人开炮 第二件事情呢 学传统文化呢 很多 这也是我自己的亲身的一个 走出这个误区 就是特别容易在世上 把转转 中国传统文化 不论事 论心 我在今年五月份去青岛 给大家汇报的时候 就有一个老板 来机场接我 接我的时候呢 他说 胡老板 我看完您的这个盘之后啊 我现在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 我得跟您说说 你看我这么处理 对不对 他说我呀 买一辆奔驰 我刚刚把定金交了 我交了这个定金之后啊 我就学了您的传统文化 我这奔驰 你说我不要吧 人家那个 那个那个卖车的 肯定就杀我的定 定金就不还我了 你说我要了吧 你说我这玩意又是 又是开始搞那个享受 又是开始搞俗话 搞浪费 我这车到底应该怎么办 你看学弟子 就经常碰到这种 特别棘手的问题 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是论心不论事 你如果说啊 有一个小老板 刚刚挣了二三十万这一年 他这个心思是刚刚脱贫 刚刚从打工走出来 你现在跟他说 你把那二十万 像胡董事的买书 捐给沈阳 他肯定不干 他说你谢谢你了 我这好不容易 刚刚脱贫 刚刚能打上出租车 你说现在我学传统文化 我要把一切都放下 要捐出去 他不是那个境界 但是你要跟比尔盖茨 讲奔驰 比尔盖茨 人家几千个亿美金 都捐出去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 传传统文化 完全看对象 如果说 你这个奔驰坐下去 这个小老板 三四十万 小民营企业家 他看到这个奔驰 他就会想 这王霜丽老总 坐着奔驰 为什么呀 因为学传统文化 怪怪 传统文化开智慧 智慧就能挣钱 那咱也得学 你看 你这奔驰车是功德 你度了他吧 他通过这奔驰车的觉悟了 是吧 那么 你这个奔驰车 坐出去以后 所以 我们一念觉悟 没有一件事 不是积极 那个 你这个奔驰车一坐 你坐着奔驰车 给人发地质规 你说你 骑个自行车 你给人送地质规 人谁敢学啊 这不学还好点 一学成这个了 对吧 这帝子车不能学啊 学完下岗了 所以 你这个奔驰车 就是道具 干嘛呢 帮助众生 启发众生 引导众生的教育 我们传统文化当中说 要想帮助他觉悟 先用利益来引诱他 你看这多慈悲啊 这个 所以 关键在于存心 我今天还 还 还 坐奔驰 我胡奥林 我今天在北京 我还坐奔驰 我还住别墅 我就要给这些老板 做好样了 是吧 你看胡奥林 人家 365天 一天会不开 天天到外边去 跟人家讲 人家坐着 人家住大别墅 人家坐着奔驰 然后人家 你看那高级餐馆去 又这学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怎么这么好 那咱也得学啊 但是 但是不一定啊 不一定 你这奔驰车 就所有人都能觉悟 那毕尔盖茨一看 你这奔驰车哪行啊 对吧 人家呢 直升飞机都 都不愿意坐得住 能能要奔驰车吗 什么人能度 毕尔盖茨呢 陈大慧老师 一块钱的手机 八块钱的布鞋 无比的快乐 毕尔盖茨这么多钱 毕尔盖茨这么多钱 未必有大会 肯定不如大会老师快乐 那毕尔盖茨 一看到这一块钱的手机 再看到陈老师 穿着八块钱的布鞋 他不得琢磨琢磨吗 他怎么这么快乐呢 我怎么这么多钱 我还那么烦恼呢 所以说 这个大富的人 一看陈老师觉悟 哦 原来幸福不在物质上 原来幸福不在享受上 真正的幸福 是心存爱心 为利益别人 觉悟 所以 我有好多朋友 好多我的朋友学了传统文化 不学的时候 两口子还在一张床上睡 这一学 抱着枕头走了 我说你这玩意 你说你先生要看看这个 他能让你学传统文化吗 你们学的是什么东西 七里子在 天天学会批评人 指责人 数了人 没学传统文化之前 你还像个人样 学着传统文化 你又天天横鼻子竖眼的你 我就这样 我学着传统文化 我一回家 我妈说 小秦啊 把那冰箱里的肉都收了 弟子归回来 弟子归回来 我这 赶快 这冰箱收拾收拾 放到楼底下 那个地下室的冰柜那头 这可了不得了 学传统文化的 好啊 这哪是回家看我们 这不是日本鬼 日本鬼进村吗 这个 这 这就错 冲自己 改过 因为除了自己之外 没有别人 一 记一切 大家要记住 自己就是别人 你自己改好了 你看 江本圣博士说 你的念头好了 水就好了 你的念头好了 山河大地就好了 你的念头好了 环境就好了 祖国就好了 人民就好了 环境随着你的念头 你把它修好了 就跟那幻灯机似的 你把幻灯机修好了 你的念头就是那幻灯片 你一个富士山 富士山就打出来了 你一个义和园 义和园就打出来了 这是好念头 你一个恶念 称恨别人 恨别人 嫉妒别人 障碍别人 坏的景象就出现 谁 谁的 谁的幻灯机 您自己的 谁在控制 您自己 片子谁做的 您自己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这是理论基础 大家一定要记住 谢谢大家 我自己好了之后 我的爸爸妈妈特别喜悦 你说我想孝敬父母 我都焦虑正 我能孝敬吗 我跟爸爸妈妈坐在一起 我就是每个月 说白了 我跟我爸爸妈妈的关系 就是财务 给我爸爸妈妈把钱花过去 我给妈妈买一辆车 配一个司机 给他们买了房子 给他们装修 给他们交物业费 给他们请阿姨 我觉得就够可以了 我认为这就是算像 后来等我病好了以后 我妈妈给我含着眼泪说 她说儿子 其实我们根本不在乎这 我妈妈爸爸都是老革命出身 14岁就参加共产党 农民家庭出身 说得我眼泪下来 她说实际上 我们最在意的是你 你的精神状态好坏 你的快乐与否 比这个房子要重要的多 比你给我们配的车 比你给我们请的三个阿姨 重要的多 所以弟子归上说 身有伤 疑亲忧 德有伤 疑亲羞 我才知道 我因为没学习弟子归 从86年到2006年 这20年间 我这做生意 我的爸爸妈妈有多担心 你看看天天经济犯罪 怕我在商场上 冲锋拐骗 是吧 怕我给别人行贿受贿 怕我搞不法经商 是吧 怕我这个拉拉车车 把人家领导干部拉下水 给人行贿 一出现事 我妈妈就把那报纸剪下来 给我 儿子 谁谁又抓起来了 我行了行了行了 有完没完啊 怎么这事 你都想到我们呢 你不想你想谁啊 你是我们儿子 你醒了吧 你想点好的吧你 那么大岁数 我就直接让你们给放了 男人大我妈 是吧 有二十年 出国 做生意 移民到加拿大 做房地产 喝酒 抽烟 熬夜 你想我爸爸妈妈怎么过的 一见我面 儿子就跟我那个司机说 少让胡同喝点酒 我妈妈都不敢跟我说 我爸爸也不敢跟我说 他说我儿子 我跟你出去吃一次饭 我看见他们喝酒 我就一晚上睡不着觉 我的手绢 哭湿了三点 我的儿子怎么受得了 这么个喝法 这点钱有必要这么挣吗 我爸爸说 这胡晓霖现在疯了 多少钱你能带他走啊 你老人家没学弟子规 是吧 所以我学了我爸爸妈妈特别高兴 我儿子救了 儿子回来了 而且一见我面 儿子我们特别佩服你 我们给你发过脾气 骂过你 怎么你就没把你教育过来 你是怎么回事 你跟我们说说 你怎么就变了 这肉你就不吃了 酒你就不喝了 烟你也不抽了 你怎么说断就断啊 我说 没别的 就是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我说弟子规 弟子规怎么说了 我妈妈拿老花镜看弟子规 看了一个礼拜 就拿横比在那抄 抄完了以后 他就给别人戴不住 你看这胡晓霖 就这个东西 就他 血脂也下来了 血压也不高了 脂肪肝也没了 是吧 你说这东西这么好 怎么 电视上也不演 书店上也没得卖 是不是 学校也不教 这东西你又 儿子你多给我几本 我见到我那些朋友同事 我也给他们发了 现在老太太 又走向那个极端了 一见往那儿子 别太亏待自己啊 挣了那么多钱 不吃不喝了 我说你看妈 你看当年我这吃吃喝喝 你也着急 我说现在不吃不喝了 你看你怎么 拿出那么多钱来 弄这个 印经客盘 这个我都不敢听这个数 听得下一条好几百万 我说妈 我说你看儿子身体好了 觉悟了 这个你高兴不高兴 我说真高兴 我说高兴的 还有很多人 碰不到这东西 我妈山东人呢 我说妈 咱们碰到这好东西 咱们得救了 咱要不把这好东西 给那些认识的人 你说咱们够意思吗 山东人讲话 你仗义吗 我说行吧 你硬吧 客了 老太爷在慢慢转 现在我能保证一点 我爸爸妈妈不再为我焦虑 不再为我着急了 而且呢 原来我一回家晚 我妈妈就怕我被抓起来 外边警车一响 哟 我好 您出事了 可不怪 可别是我们的儿子 对着了 十一点钟 网络他电话 现在不会了 你回来吧 又是今天碰到同修了 我说 我看你脸上晃着光就知道 发喜充满了嘛 你给人讲讲吧 对吧 你跟人开发堂吃吃饭 除了谈合同之外 说说应该吃醋 应该孝敏爸爸妈妈 是吧 头一年 爸爸妈妈还待期 你正儿 一到你的外公室 好像全是弟子归 还得让我鞠个咕咚 我说对了 把你儿子救了 鞠个吧 鞠个 父母 对珍藏 不屑能 学好弟子归 做好中国人 各位观众 是 是这样 我们这个论坛呢 今天是第三天 那么 这是一位台下的观众 就是啊 你们河南省南阳市的观众 那么他在台下呢 已经听了两天多 我们来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今年呢 这个张老先生啊 67岁了 是南阳市 哪个县呢 请问 齐川县 齐川县 九重镇 唐王桥村的 他呢 在三十多年前呢 因为工作方面的问题呢 受到了一些啊 呃 这个磨难 后来呢 被单位开除 还坐了两年牢 从1972年 啊 1972年 他 上访告状 到今天为止啊 一共上访告状 三十八年 啊 这个老人家 可以说他这一辈子呀 都是在 这个怨恨 这个怨恨 报复 上访 告状 这个时间当中 度过的 他每一年都去北京 都到啊 河南省的很多地区啊 去告状 啊 去北京 每一年呢 他要去二十多次左右 啊 那么 最近的一次呢 是在今年的九月份 啊 就是这个月 他刚去北京 那么 他在九月七号 在郑州火车站呢 因为我们九月初啊 在郑州 刚刚举办了传统文化论坛 这个老人家 张老先生 正好在郑州火车站 那么遇到了一个 姓梁的这么一个观众 那么这个观众呢 在火车站呢 以为这个老人家是要饭的 讨饭的 就帮助他 后来就给他讲 说你可以去听论坛 啊 你可以来做观众 那么留下了电话和地址 这个张老先生啊 后来 他回到家里 就跟这个姓梁的 这个观众的联系 那么这一次呢 南洋市召开论坛 这个张老先生啊 就特别赶到这里 来听一听啊 这个论坛都讲什么 什么是传统文化 这老先生听了 两天半了 这个老人家 现在有一个决定 告状三十八年了 没有结果 他今天告诉我们 他想明白了 他错了 他再也不告状了 是吧 去年呢 这个老人家 身体中风 偏瘫 家里边也没人照顾 非常悲惨 那么现在呢 这个乡里边呢 镇里边呢 很多工作人员 一些领导干部 也在照顾他 那么我们下面呢 做一个简要的采访 请问老人家呢 您听了这几天论坛呢 为什么要放弃这个告状的想法 我从我这样前所及我自己考虑 我领导是有正确的关键 每个人都在对我正确的关键 才能够 出了个问题 但是当时我一个想法告状的时候 这是因为盘导的想法 这是空调 对方的想法 就是错了 伤害掉了 我这时候 我不再搞啥了 应该是 处理自己的关键 就是大家 人家轮台 从中一切 重新出现的力量 在学习轮台 达到人生活跃 家庭活跃 社会活跃 这个无敌 我们看到啊 这个人要是 长期怨恨的 他那个细胞扭曲 他会有反作用力啊 我们看到这个老人家 中风偏瘫 他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啊 这我们是刚见面的 不认识 一看就知道 怨恨的 扭曲啊 所以说 人 当遇到 不顺利的情况 遇到一些 委屈的时候 老祖宗告诉我们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啊 今天的人是相反 都认不对了 学了传统文化才知道 哎呀 退一步 海阔天空啊 我们都从自己身上啊 找一找问题 哎呀 怎么会受38年的罪呢 是吧 我们再来问一下 老人家您看刚才 那个张总 他杀人 追杀别人的 12年 要杀人的 他现在都不杀了 您呢 听了之后啊 也打算 这个状也不够了 我让他 听了这个婚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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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知道 思想 我自己觉得 我不得高张 在这连我自己 认识的朋友 上方认识 我可以 给他谈的 不得高张 这个传统文化 告诉我们呢 告诉我们 人和人不能对立 对立怎么会有和谐呢 那应该怎么样呢 大家都想自己的不是啊 如果这个老人家 也想自己哪错了 那单位里的领导 也想自己哪里错了 他们一定早就和解了 如果在三十八年前 1972年 我相信 那个时候 有这个论坛呢 这个老人家的一生 这三十八年 不会这么度过呀 所以说 我们今天的人 是幸福的 这个老人家 给我们现场 做了一个证明啊 你愿恨 你看看 读着拐杖啊 中风和偏瘫啊 真的 那个反作用力 那个报应啊 自然规律和惩罚呀 内心不扭曲了 不怨恨了 我们相信呢 那 那个很多问题呀 自然就能够得到解决 我们再来 问一下 听说呀 现在这个乡政府啊 这个有这个所长 在外面等着您 准备啊 把您老接回去 把您老这个很多的问题啊 都能解决好 这会儿您就放心了 是吧 在我逃了一下 一会儿 这回去 我现在不让从我去了 因为我自己 找到自己的出路 不想找到麻烦 不给人家添麻烦 就是这个意思 他自己的出路 他自己来说 解决 我问一下您呢 您怨恨了三十八年了 这个听了两天的论坛 真的不怨恨了吗 不怨恨了 真是不怨恨了 真不怨恨了 我们大家听到 你看 所以很多人说呀 社会和谐 是一个口号 不能实现的 不是这样的 人性本善的 人心都是肉掌的 好人是交出来的 真的 你如果要使用 对立的方法 用报复的方法 那个人心越来越扭曲呀 如果我们的领导 我们的干部 也都是来 反省自己哪里错了 我们的这些老百姓 也反省自己哪里错了 天下太平啊 真的是这样啊 所以我非常感恩 这位老人家 也祝福他 早日康复 谢谢你老 谢谢 谢谢大爷 慢一点 谢谢大爷 好好 慢一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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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老人家慢一点 慢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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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